阿露哈 到前面喵咪大戰爭時間啦 那今天晚上9點的話呢 是我們的貓咪觀眾投稿時間啦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觀眾投稿時間的話呢 也可以來看一下晚上9點的影片 那今天晚上7點的影片的話 是我們那款也是很像我們貓咪大戰爭的玩法的一款遊戲 是我們跟軍事有關的我們的Gunst Up 如果大家也喜歡Gunst Up的話 也可以來看一下晚上7點的影片 那今天本帳要幹什麼東西呢 本帳的話呢 最近應該會趕快來打一下巨大生物 把他打到第18、19、20關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今天剛好又有我們的黑夜襲擊之戰喔 那就先來打一下 目前來說我們前面的動物窟的開始 跟7A的森林裡面是小滴人的黑色星星 那東邊的目的究竟會有什麼東西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一下喔 裡面基本上都是積分獎勵制的關卡 那我們就來用一下我們的黑色部隊吧 黑色部隊來打打看看一下有沒有 我們目前有黑色部隊嗎 好像沒有耶 有有有這套這套就真的 來看一下究竟能不能把我們這個黑夜襲擊給他打完喔 感覺黑夜襲擊就是跟黑色敵人有關的喔 但是這關的話是 木地的話呢 不知道會出現什麼東西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果然是黑色星星 來黑色敵人先請他吃個暫停 然後諾諾來把我們就是那個有沒有 來把我們這個陣線的給他卡住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喔 都是黑色星星喔 某本台某本台啦好不好 來來來 直接給他封鎖起來 我跟你講啊 暫停啊就是貓戰的一大 好不好 一大戰術之一 欸這關好像就是一大堆這個黑色星 喔還有袋鼠 看起來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喔 暫停住就ok了 所以一開始如果大家就是 打完那個 未來篇啦 好像就可以拿到就是我們這個炸彈貓 哇太多了吧 炸彈貓拿到之後百分之百暫停黑色敵人 這種關卡你就不用太擔心了喔 直接把他們給暫停住就ok了 然後我們諾諾這邊 如果大家有遇到梅路可系列的話 記得他跟玉樹是絕對是兩隻非常厲害的角色 絕對要給他拿起來喔 好東邊的墓地也是沒問題 直接解決 6 3 2 1取得 欸好像沒有最高分耶 第二高分而已喔 GG 哈哈哈哈 好沒問題 那正面的話打完這個黑夜襲擊關卡的話 我們就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這個 傳奇尋寶劑啦 那上次基本上我們卡到LV20關 因為這邊的話是噴噴老師的世界 然後我們這邊的藍眼睛系列好像 沒有給我們半隻啊 那也是沒辦法啊 好這邊是三噴來襲的關卡啊 好久不見了三噴來襲 好我們看一下 喔這一次只有兩隻 喔兩隻不給我們喔 所以這一次的話應該是 很ok的好不好 藍眼睛一家全部出擊 我看你那個噴噴老師們還在那邊 多囂張 究竟是藍眼睛一家厲害呢 還是我們的噴噴老師一家厲害呢 我這個 就交給大家自己看一下啊 這應該一定是我們的藍眼睛系列厲害的好不好 不然噴噴老師們算什麼東西 那你只要出一下那個白無垢 哇白無垢沒有被放出來 只要出白無垢款數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不過現在來說的話應該也是ok的喔 我們這邊有擊退聖女 凱茲莉 然後還有黑凱 然後右手加上一大堆 再加上我們牙王 這個應該穩妥穩妥好不好 來來來來 噴噴三人組嘛對不對 三噴來襲還好啦 我記得後面還有一個四噴來襲對不對 來來來 噴噴老師一家跟我們藍眼睛一家 誰比較厲害 欸誰與真鋒 我覺得目前來說 我們藍眼睛一家應該佔了極大的優勢喔 好不好 看 讓你那個 總火效果又擊退 欸等一下等一下 感覺好像怪怪的 但是他們先死了一個 白色噴噴 應該有機會再繼續努力k一下 哇其實我覺得難分難捨欸 難分難捨欸 真的欸 欸我們 哇哇靠 哇真的假的 哇靠 真的假的 完了 完了完了 滅女神出來幫一下 哇 欸不是欸 出大師了喔 乾 要出事了 他他包 哇 哈哈哈哈哈哈 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藍 藍眼睛一家 VS噸噸老師一家 乾 用這種陣型 還可以輸哇哩勒 哇天啊 我跟你講這已經是因為沒有拿到那個 那個白霧狗的關係啊 有白霧狗應該整個就差很多了好不好 能緩速就是不一樣 哇靠天啊 太霸氣了吧我們 來來來白霧狗 要不然雪恥一下 眼睛一家輸了 不是喔 我開加速的關係喔 照理來說 沒可能喔各位 沒可能喔 這真的不可能喔 我們這邊加一隻白霧狗就 就可以了好不好 就讓大家知道就是 緩速這些還是非常非常關鍵的喔 緩速啊 暫停啊 果然還是 要有一隻會比較好好不好 你看這邊白霧狗緩速之後 我們就可以讓他知道 藍眼睛家族的威力了好不好 這個噴噴三隻噴噴 噴噴家族算什麼東西 你看 這邊只要讓他們繼續被我們的白霧狗緩速 就沒問題了 如果白霧狗死掉 那我們就慘了 應該不會啦 白痴喔 剛剛就不該輸的 白色噴噴又死了 又死了 不是喔 不可能喔 真的要白霧狗欸 完蛋 藍眼睛家族 VS噴噴家族 一勝一敗好不好 算一勝一敗好不好 我覺得目前來說這一次應該是挺有機會的 哎唷唷唷 紅色噴噴老師死掉了 好不好 給過嗎 給過嗎 拜託各位了 拜託各位了 好不好 到底在幹什麼東西 嘿嘿嘿嘿 完蛋我這關卡居然挑戰了第三次 噢天啊 我覺得其實整個關卡蠻重要的果然還是 我們那個耶 白霧狗欸 好啦 打完這三隻噴噴老師應該是沒問題的好不好 笑死 又在幹什麼東西了哲平 OK 沒問題 LV20 看起來是穩穩的 穩穩的 好不好 沒問題各位 可以 給過吧 稀有券 LV20果然比較難一點點有稀有券了喔 再來是我們這個烏尾熊派對 好不好 烏尾熊派對如果用我們藍眼睛系列的話 應該是不需要我們的波動抵擋的喔 因為他們好像有一些波動防禦 所以就不用怕 好耶 又來了喔 又是我們的那個喔 但是 但是白霧狂好像 因為 魔尾熊是那個嘛 一般屬性的嘛 所以沒辦法 傻小啦 那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對不對 喔這個 這個應該是魔法少女小圓的那個角色喔 真是蠻厲害的喔 可以當坦克喔 當炮灰 而且你看這關的話 你看我們這邊的藍眼睛系列 基本上都是 不怕波動的喔 好 駱駝來了 趕快踏死這隻烏尾熊 你看有沒有 波動 不怕 不怕啦 不怕 踏爆你 踏爆你 但我們這邊比較可惜的就是白霧狗這邊 完完全全沒辦法 緩速到這些一般性敵人 好不好 但我覺得我們這邊的角色應該還是蠻給力的 但是我們沒什麼錢了 欸 魏熊死掉了 魏熊死掉的話我想一下該怎麼辦啊 哇 我除了一隻灰狐女郎我要先把 加速關掉了 別再鬧了 欸 不是欸 那個紙箱的那隻 看媽一千多塊 貴死 我還在那邊隨便亂出 夭壽 完了 又輸了 幹 沒了欸 我們沒有什麼盾牌欸 完了 這個吧 車車 車車 完了 踏 哇 踏不死 白癡喔 怎麼從21 20關卡就開始敗北 我們星星這麼多也不能這樣子欸 白癡喔 完了 又要扣獎盃了 他總共是幾關啊 來來來來 大家這次不用怕了好不好 這次不用怕了 媽有那個 牙王對不對 還輸 我跟你講 我這次如果再輸 我如果有牙王我輸好不好 我抽罐頭 這麼簡單 這不可能了啦 不可能 不可能 不要再跟我那邊鬧了 一般系列 而且連黑無垢都來了 黑無垢都有了 不可能輸 不可能輸 出出出出出 我剛剛原本也以為我來眼睛部隊打那個噴噴老師一家應該不會輸的 結果還是輸了 大家還是有點機會可以拿罐頭的好不好 我怕了 我怕了 不會啦 不用怕啊 這牙王怎麼輸 哎 你看刷一刷就掉了對不對 可以可以可以 Nice 然後把那個駱駝給打死 有沒有看到 沒問題 穩的穩的 舒服舒服 嘿嘿嘿 可以可以可以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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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要把那個 紅色帝王給打死啊 關卡就結束了 舒服的咧 有啦 OK 好不好 這個這關就這樣就OK了 不是耶 我一直以為來眼睛系列 剛剛噴噴老師那關可以 果然還是需要一隻白無垢欸 白無垢真的很重要 他這緩速真的是世界無敵重要的 好 那我們技能要技能章打到我們的LV21關了 好不好 那整個關卡呢 大家有沒有順利通關了 那你們覺得 目前來說你們自己 因為每一個人隨機的是不一樣 你們自己隨機到了這一次 最難關卡還是哪一個關卡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了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繼續在 慢慢打下去 那 這邊的話 試一下 先努力打一下巨大生物的這個關卡 只剩下9個小時了喔 一定會看一下能不能打到第18關卡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這邊 恐怖的巨大生物搬海報商啦好不好 那我今天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 餐水 就是 recovery terug